法院在7.16法案大清仓后进入修会 不过有多项人事同意权还没审查 一度传出朝野有共识 8月16召开临时会 进行NCC考试院政府院长 考试委员大法官等人事同意权案 但现在黄国昌不买单 你民主进步党当初反对7月16号的时候 研会继续审查人事同意权 急着放假急着出国 现在你们有什么正当性 要求其他所有的立法委员 配合你民主进步党 但民进党立员党团干事长吴思瑶 售出朝野协商结论反击 说研会到7.16再开临时会是朝野共识 案表操课哪是急着放假 还批黄国昌不敢嘴复昆琪跟黄珊珊 因为回顾5月的朝野协商 黄珊珊也主张研会到7月中 到7月中我觉得是一个适合的时间 那之后再以所谓临时会来处理人事同意权 就延到8月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委员 很多包括国会外交的一些安排可能都没有办法进行 根本就不是什么要不要随着民进党起舞的问题 而是因为民众党的一意孤行 才导致最后我们人会到7月16 但不止NCC人事同意权 考试院人事任期也只到8月31 若未能顺利衔接恐怕冲击明年初等考试 医师人员护理师及社工师考试 超过3万人应考权益大受影响 我们到目前还没有收到 他们提出要开临时会的要求 临时会开不开时间点怎么定 尽管已经收贿朝野分歧依旧存在 三零新闻 黄尘莫大美军特报道